來 梁哥 梁哥都非常勵志 沒有 來 爸爸成就你 找到真正的自信 找自己 什麼 怎麼找自己 找自己 你要出課了 快啦啦啦啦 天在下 在我面前唱最小歌 是這樣的 因為我也是跟琪琪一樣 這個在 以前在學校也是坐不住 那功課也不怎麼樣 那我爸爸就很想控制我 我記得以前 念高中寒暑假的時候 就是這個 因為那個爸爸那時候 擔任導演的工作 他就說 那你就寒暑假來打工 比如說去買買便當 頒頒道具什麼也好 可是你也知道 那個時候我還年輕 心情還不定 因為你也知道 拍過戲的人都知道 為什麼 好枯燥 等待 你就是 因為有一個東西叫劇本 你一切就要照這個劇本 沒有什麼天馬行空 沒有 就是照劇本 你還不能假的 對 然後你看到那個 一場戲 對 Long的一遍 男主角一遍 女主角一遍 最起碼三遍 有的比較搞剛的 演個十遍 八遍都有可能 講到後來都沒靈魂 對 你要想想看 每轉一遍 你燈光要換 什麼攝影機位置要換 然後又要去補妝 又要幹嘛的 還要聯繫 位置都要放好 一個年輕人怎麼可能 一整天在這裡 根本坐不住 然後晚上也許他們可能 又去準備第二天的事情 那我可能已經坐上 爸爸的車就回家了 所以你說真的要學 也沒有學到什麼 然後後來當兵了以後 因為那個女同學 不是就先步入社會了嗎 然後那個 我們退伍之後 我們班上有個女同學 就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小梁 因為我們這邊 她在一個傳播公司 正經的傳播公司上班 然後就說 他們有時候會寫寫 不是那一種 不是 一個小時 不是影響的那種 然後他們就是 有時候那個 綜藝節目裡面可能有一些 小短劇或是幹嘛 妳以前在那個學校裡面 不是那個古靈精怪 那個鬼點子很多嗎 妳要不要來上班 從此就走上了 我綜藝節目的這一條不歸路 我為什麼這樣走 我覺得也好是說 因為我跟爸爸 雖然都在同一個領域 但是畢竟戲劇的 跟綜藝的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所以也不會有人說 因為爸爸的關係 所以給你什麼工作 我覺得 這個也就是 我找到自己以後 人生方向的一個分髓 對 沒錯 成就了你 爸爸鼓勵弟弟去當演員 所以你看 他好像沒有這樣鼓勵你 我說的辛苦是說 他不管去到哪一個劇組 人家都知道 這個是 梁導演的小孩 可能對他會另眼看待 那他是不是就要更 規規矩矩 而且不能NG 一點小壞事都不能做 你知道嗎 就是說非常辛苦 我說的辛苦 賺錢的效率也不同 你要想 就像妳講 拍個戲 一場戲 然後拍個五 六遍 然後開始背得 烏煙瘴氣的 張手賺了錢 還不如妳在那邊坐一個小時 哈啦 對啊 這個也是當初期嗎 為什麼 想盡辦法 要來坐在這裡的一個原因 對吧 坐在這裡還閒對不對 所以他要感謝那個傳播妹 不是感謝你爸爸 他不是 叫傳播妹 他加入傳播公司 加入傳播公司上班的女同學 對 女同學 所以你爸爸等於是把爛攤子 丟來綜藝圈 就是小孩有的時候真的是 跟父母是就是顛倒的 對 像譬如說我媽媽是追星 我就不追星 對 然後你爸爸是比較嚴肅 然後你就比較天馬行空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是 你跟你爸很難開玩笑 整場終於有了一個明理人 對 好險 因為他爸爸我有幾面之緣 他爸爸很難開玩笑 就像你爸爸是軍人 對 你看你這個德性 我來台北念書第一年 然後過年回家 我想說 給他們一個新的氣象 我就去燙頭髮 他們馬上說來台北很普遍 我爸的人真的是有夠那個的 他在門口看報紙 他遠遠我就走回來 你燙什麼頭髮 我就整個就捲 像飛哥那樣子嗎 那個年代就很流行 沒有 鳳梨 鳳梨 大概是這樣 我爸在那邊看報紙 然後瞄到我眼睛一推 牽著我手 拖進客廳裡面 你在祖先前面給我下跪 真的 假的 對 他就覺得我這樣敗壞門峰 所以你看你都是 小孩都是做跟父母不一樣的東西 小梁最經典的故事是 他有一年呼發奇想 是 節目裡面 他找了十個衣罩杯的美少女 給他們穿很緊 的襯衫 要比什麼你知道嗎 說來 一號 正妹就位 然後 真的是很下流 這綜藝界黑暗 為什麼會這樣子黑暗 不好意思 真的 不好意思 你現在是有女兒 你好意思嗎 不好意思 玉琳哥可能沒有講得比較完整 因為我們做那節目的時候 適逢奧運 因為大家運動的氣息 就是很興盛 剛剛他講的那個也是 那個名字叫瘋狂扭扣 對 他就是這樣 看那個扭扣有多瘋狂 就這樣而已 錄完了以後 導播就叫我去上面 還是那個時候 還是 還是導播組組長 叫我上去 我想說 一個很正直的導播 然後我想說上去一定沒好事 然後我就上去 立正正好 導播 不好意思 請問有什麼要指教 他說 他要拿椅子給我做 我說 怎麼會拿椅子給我做 怎麼會這樣 以多必詐 對 他說 小梁 是這樣的 我跟你爸爸很熟 你下禮拜如果再錄這個內容 我他擦的 上個禮拜沒有看到他進棚 因為他爸爸關他緊閉 你怕什麼竹影熊 你在那邊都噴扭扣 真的 你會不會 真的 你怎麼會覺得有靠 你覺得梁家族族會有你的名字嗎 他當時做這個單元 是為了端正社會風氣 因為不要給人家覺得胸大無腦 他要證明說胸很大 但是我也有腦 我會想辦法把扭扣噴進去 他不知道你知道 你會不會凹太低 來 兩個要壓軸了 是 你的爸爸給你問題 回我轉大人的幻想 對 因為我有一陣子 也是像剛剛那個珞琪媽講的 就是說 我也要該長大了對不對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已經二十幾歲 出來社會上面工作了 然後有一次 就是澳門當地的有一個電視台 就是看中了爸爸的才華 想要說跟他去 兩個人來合作一個戲劇的節目這樣子 那邀請他到那邊去考察三天 等於算出差 那爸爸想說 他一個人去也無聊 他就問我說 我有沒有空 可不可以排三天假 陪他一起去這樣子 那他回來跟我講說 要帶我去澳門 我想說 我爸爸終於長大了 他終於知道他的兒子 需要去外面看一些花花的世界 需要看到一些大人們 到底在做些什麼了 該是認識 茵茵茵的時候 去那邊人家也是很禮遇 我們去三天 前兩天就是這樣 哇 去那邊什麼大三八 蒲國的領事館 吃那個蒲國餐 去媽祖廟嘛 因為澳門不是叫馬卡爾 就是媽祖嘛 馬卡爾 哇 都參觀這樣子 那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當然那些名勝古蹟是很棒 但對於一個 但那個應該只是幌子而已啦 按照我們的思考 對 應該好戲是放在壓軸嘛 到了最後一天的晚上 然後呢 因為那個 那個很禮遇我們嘛 他們還派一台車有一個司機 就看我們要去哪裡這樣 那爸爸就跟那個司機在聊天 就說 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 請問從澳門到珠海要多遠 那個司機悶了兩天 聽到這個 他也興奮 他說 導演啊 你真的行啊來的啦 你怎麼知道啦 沒內行的啦 我們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也去珠海 那邊都半假 我們這練力還比較糗 修孩子比較漂亮 兩枚 兩雷 對 兩枚 類似這樣的交談 我爸爸也笑一笑說 對 那如果只有一個小時沒有很遠的話 那明天我們就也可以過去 這樣 我想說 這一刻終於要來了 就有點像 美國派演的那樣 那種心情 那種激動這樣子 然後睡不著 然後好不容易第二天到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出發了這樣 然後到那邊 司機大哥都很高興啦 就說 導演我們到珠海啦 你想怎麼玩啦 你真的很內行啦 然後那個 我爸就說 真的嗎 這邊是珠海 很棒很棒 那我想請問一下 司機大哥 廣東省中山縣 翠橫村 請問是在這裡嗎 他說這裡 對 那個前面就翠橫村 翠橫村的啦 他說那請問一下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看一下 國父故居呢 因為我們從小看課本上面寫 廣東省中山縣 翠橫村 這個就是國父故居嗎 那裡有一個孫文故居 對 我跟你講 他真的帶我們去了 就是以前國父住的那個 三合院 國父生活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 什麼 他們都保留得很好 都還在 我去過 你也去過 太好了 他旁邊也蓋了一個 國父紀念館 我爸爸看得很開心 到處拍照這樣 拍照完了 那個司機大哥 雖然難免也有一些 落寞的神情 但是還說 其實時間還早 導演 這裡也參觀了 那你要去哪裡 就算前戲 對 那我說 我爸說 那因為這邊靠海 那我們就找個海星餐廳吃一吃 就這樣子 你們聽了是不是也很失望 你開了那麼遠的車子就這樣 而且還有司機 那你可以自己去 沒有 我就跟著他 跟著爸爸不能脫隊 而且可是爸爸帶你 我自己去哪裡 我跟那個司機大哥 我們兩個積極去 爸 你 我以為 爸 你在飯店休息 我跟司機大哥去嫖妓 小梁哥 你也很保守 他也很乖 你還等你爸爸帶你去轉大人 看市面 應該自己 就去看市面了 那我要找誰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認識玉琳哥 我也要找誰 你們沒有搞懂這個 起承轉而是 爸爸要去澳門 對 問小梁外表演一起去 澳門那個年代就是賭場 然後色情場所 澳門那個時候 每個賭場的大廳都有去去妹 為什麼叫去去妹呢 因為他們逢人都說 去不去 哥啊 去不去 去不去 哥啊 去不去 六百就好 可以歸了 他多少錢你才肯去 去哪裡 去賭博嗎 又去樓上辦事 對不起 這樣子 就在門口這樣子 他們不能站 站著就真的在攬客 所以他們必須要把自己當成 一般民眾 一直走 走一直走 不能走太遠 他們就繞了一個圓圈一直走 然後表面都看到男生 去不去 去不去 他好慌張 去不去 你在玩大風吹 你一直繞著那個走幹嘛 這誰會看不出來 你要一直走 因為你不走的話 警方就可以取締你 你一直走 他明明知道你是去去妹 他也拿你沒轍 然後 澳門沒辦法 如願嘛 對不對 改說去珠海 珠海更勝澳門那個年代 在生涉場所這個事情 那個珠海 那個有一條街對不對 你也不用幹嘛 你就是點個泡沫紅茶就好 整條街 我跟你講 紅茶街 整條街大概 五 六百名 也都是 我們也稱之為去訓妹好了 他們就整條街 整條街上的去訓妹 那個有夠壯觀 現在沒有了 因為現在大力取締了 那個年代就是 經濟正蓬勃發展的時候 那個珠海那個 那個時候是人間天堂 所以他爸爸等於欺騙他兩次 對不對 等於捉弄他兩次 一個澳門 一個珠海花 沒有 沒局 搞到去跟國父 行山舉公立 而且你如暑嘉珍 我真的懷疑你是不是當年那個司機大哥 我是算是台灣第一代 製作人去那邊發展 對 所以 當地的電視台領導 都會帶我們到處參觀的 剛剛有一句話說 來到珠海才知道身體不好 對 來到上海才知道錢帶得上 對 到北京還會發現自己關小 對 哥 人生樂歷很豐富 這很豐富 很豐富 哥游過的水真的很深 當然 原來如此 今天聽到很多 父母還有小孩之間的 相愛相殺的故事 不管這個影響是好是壞 我們相信父母一開始 一定是出發於一次 對孩子的心 然後用意才會這麼做 天下父母心 出發點都是好的 那身為父母的 我們有時候也要考慮一下 這個行為到底是真的對他好 還是會造成他終身的應遇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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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熱炒店上菜肉 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